其實這些ADHD的藥物 其實在外國已經使用了很多年 有幾十年的歷史 香港其實管制更加嚴格 所以香港現時可以註冊到的藥物 只有兩類型 這兩類型的藥物其實已經比較安全 當然家長通常特別擔心 小朋友有沒有藥物會傷害到小朋友發育 或者令牠比較遲鈍 甚至會上癮 其實證據已經很充分 這些藥物只不過是在身體內發揮一段時間 一來不會讓牠上癮 二來證據反映牠不會傷害到腦部 或者影響牠發育的情形 當然有時如果牠的體重會影響得多的時間 有時真的會影響牠體重和增高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密切地看著小朋友的高度 以及體重的進展 如果有問題的時間及早處理 其實就不會影響牠發育 OK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